大家好,我不是中文影视剧的粉丝 也对明星不感兴趣 但今天突然看到一个YouTube播主Wendy 她说赵薇被封的蜜团 让我有许多想法 演员赵薇 大家应该都熟悉吧 她演的花猪哥哥 缝离了世界华音圈 小燕子在那个年代家喻户晓 她如果能在演艺事业 外艺事业上走到底 已经很棒了 作为导演 也是一个很有秀的人 她在娱乐圈是一个非常有才的女人 本来她有技巧的赚钱能力 不管她是为了变运赚钱 还是为了自己赚钱 当赚到很多钱后 命和利益都在金子他肩上了 不需要再采取什么手段了 已经生活非常丰盈了 但她没有思考而知 她想通过股市去赚取更多的钱 她想通过股市去赚取更多的钱 所以她才能一夜之间赚取更多的钱 所以她才能一夜之间赚翻五倍 十倍甚至更多倍 以此就能赚到几个亿 比如她们在汤德影视 作为巨星的她 出席汤德影视的上市意思 由于明星的注意 汤德影视在上市短短的三个月 股价翻了六倍 赚微大赚了一笔 然后离开 后来她又买阿里营业 接着又买中国创意等 都是通过自己的明星广环 给公司造市 然后待在上市后 搁股面韭菜 她离开 藏到前途的她 自己注册空壳公司 浓微传美公司 打算借借30亿 收购万家文化 万家文化 发布了收购公告以后 股价在20天时间 从48块4毛3 涨到了25块 正常的公司 收购 是为了整合资源 提升业务 作为这种 注册临时空壳公司 通过借钱 来并购 她是为了在股票中套利 多亏后来 贷款 银行没批给她 收购黄了 她还被增加费发了款 假如她不需要贷款 她收购成了呢 会有多少股门 被割了韭菜 听到这儿 对于不熟悉的公司 你还敢买她的股票吗 我觉得这么干的 不只是找为一个人吧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 想找为这样干的 所以你买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买你熟悉的工资 比如你生活中 经常用的什么东西 她有产品 或者是你家人 经常用什么产品 你自己的孩子 她经常用什么样的产品 挖什么样的玩具 就卖这样的公司的股票 也就是说 买发展文件 业绩良好的公司股票 不要去买有故事的 什么名音效应 不熟悉的公司股票 不管有多大的明星 来开发布会 你都不要买 因为你不知道它水有多深 很容易踩了坑 最后你被割了韭菜 谢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和点赞 下次见